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面镜子在被世界关注的半个多世纪里也确实贡献了不少家作 说其在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的华语影片和导演 不得不提的就是张艺谋和他的红高亮 这部以抗战时期为背景的作品 获得过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高象象金悬象 也是中国首个国际A级电影节大象 影片中漫山电影的红高凉帝和纯朴自然的人物特征 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这块土地上不只有高亮酒的干面 更有汉子的勇敢和姑娘的娇羞 直观地反映出生命的本我状态 在中国影史上红高亮占据重要为止 她是张艺谋导演的处女作 也是第一部包揽柏林 金姬 白花等多个电影节最高想的作品 电影中独特的色彩和影片中弥漫出来的奔放气质 让人们能够充分感受到这部电影中弥漫而来的氛围 同时也展现了那个时代张艺谋作为新进导演散发出来的无限潜力 和张艺谋一样被载入史册的华语电影导演还有李安 李安导演的作品喜宴曾在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勤雄而归 这部电影是李安导演父亲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讲述的是一个同性恋者用假结婚来骗父母的故事 最终故事情节发展成了一个闹剧 影片结尾的时候 父亲与主角男朋友之间的对话发人深思 喜宴的成功可以说是中国在表现东西方文化交流 同性恋 黄昏恋等元素的一部教科书式的典范之作 除了华语电影外 普莱明哥的卡门虽然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仅仅获得了同雄奖 但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二战期间 生活在美国的非裔美国女孩卡门 在两个男人之间纠缠最后被杀死的故事 这部电影人物性格简单明确 事件的结局也呈现出直观明朗的风格 趋势过程也朝着一个目标推进 这种因果关系的呈现让关于者心服口服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 历史上唯一一部以动画身份 拿下柏林国际电影节奖项的作品《千语千寻》 郭吉俊老先生的作品一直以来都以讽刺为主 此作品披露了人性的贪婪和被欲望控制的丑恶 同时也有对内心的美丽和追寻温暖的坚持 一次次打击着观影者的心脏 整部电影虽然剧情跌宕起伏 但画面温馨柔和 温暖无数观众 即便是上映近二十年后 千语千寻的魅力依旧不减 那条河的名字叫做琥珀川 千语谢谢你 迷宫视频独家策划